针对这些诈骗集团跟民进党的关系 赖清德不用出来说明吗 你觉得赖清德应不应该出来说明 他们现在民进党一大堆人 跟诈骗集团挂钩在一起 我就要讲这个 我觉得后来在那场之后 其实又让我 我在早前的直播就一直讲说什么 应该国民党现在就宣布上 现状界挂部分区立委 进入安全名单 然后你现在是立委参选人 被提名人了嘛 那直接就北巧新南龙界啊 就南北对不对 这个声亮天王天后一起串联 那你们在那一场 其实两个人 我看昨天龙界也在脸书上面打IMB 这件事情 然后瞄准黄伟哲 然后你们今天早上去告发 打陈鲁波跟黄伟哲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 国民党的支持者喜欢看到的 对 他们喜欢看到这种的 那原本我们期待 北阿民 南窥一之一 然后呢会办很疯狂的电影拍对 跟肇事大会 但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我们只能期待北巧新跟南龙界 你们现在打黄伟哲 就是要把台南打成一个破口就对了 因为第一个应该是说黄伟哲 他自己本身真的跟IMB过程甚密 就是这个诈骗集团 我先讲一个最新的讯息 就是我们刚刚在台北 我刚在台北市议会质询 然后呢质询的时候呢 颜若芳这个方客 就拿出一张照片是蒋万安 跟陈振雄 跟另外一个不知名的人 在一个热炒店之类的场合拍照 也不是什么那种婚宴会馆的什么活动 没有 就看起来像是比如两桌在吃饭的时候 刚好看到蒋万安拍个照 然后比个赞 然后就说呢 用那张照片说蒋万安你应该要下台 蒋万安你应该要辞职 应该要下台 因为黄伟哲跟曾国伟照相 多次照相同框被被披露之后 然后他现在拿一个陈振雄 陈振雄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 他陈振雄也是这个集团里面 然后曾经担任过 他是母公司董事长 对 母公司IMB母公司的董事长 然后呢 所以大家就质疑说 他是不是在扮演这个 这一个诈骗案的一个像门神的角色 负责交由所有的这个政商人物的 这样的角色 那所以曾国伟 然后昨天被许晓星 被谢龙介联手 就讲说他至少两次一次合照 一次吃饭 然后还拿着他们公司的产品 在那边在那边照相 那所以沿若芳就拿了一个说 陈振雄也曾经跟蒋万安合照 说你也有你也有 你完了你下台 你完了你下台 对 然后呢 他先直询 才后面轮到我嘛 轮到我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只好拿出我们的这个 压箱密宝啊 我们只好拿出我们压箱密宝 就是两张新照片啊 又有新照片啊 又有新照片啊 好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存一下 又有新照片嘛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压箱密宝 就是如果你认为 在热炒店刚好碰到拍照 是需要下台的 那我就问蒋万安 今天市政咨询的时候 我问蒋万安说 请问蒋万安 你有颁发市长的顾问聘书 给陈振雄吗 他就说没有 这是他们两个人 正在颁发市长顾问聘书 然后我问说 那请问蒋万安 你有像这样子两个人 在某人的办公室里面 单独的吃饭吃便当 吃的乐不可知吗 这是黄伟泽以前立委的办公室 对啊 他当当立委的时候就跟他 你有我就问蒋万说 你有邀请陈振雄或曾国伟 到你的办公室吗 等一下你注意看一下 我看一下桌面 陈振雄有东西吃吗 有啊 一个排骨便当 正宗排骨饭 太不可思议了 叫黄伟泽请吃便当的男人 很不容易对不对 对啊 真的很不容易 黄伟泽 黄伟泽 一般交情 黄伟泽连咖啡都会干走的 对 他要请你喝咖啡 已经不容易了 他正宗排骨饭都买了 已经不容易了 他还请你吃便当 那交情就不是靠来教的 这个交情肥浅啊 所以你看 那在他当立委的时候吧 他就在他的立委办公室里面 两个人单独见面 又吃便当 然后我就问 蒋万说你有吗 然后我问他说 那你有跟曾国伟等人 共同设服务处吗 你有保姆车吗 那你有 你有做 他做市政顾问吗 你有这个 你有那个吗 假的 你有被邀请去参加 他们的春酒或尾牙吗 他全部都没有啊 然后我就说 那既然你都没有 你就有一在热炒店 碰到一个叫做 陈正修人跟他合照 你这样子 明天讲就要叫你下台 那真正该下台 是黄伟泽吧 那黄伟泽 是不是要先下台呢 黄伟泽先下台 给我们看看啊 这个已经是交情 非常关心密切 我觉得陈正修现在此时此刻 在这局当中 最屌的头衔 就是吃过黄伟泽 请客便当的男人 真的蛮屌的 这个不容易 我跟你讲 你们没有做过 我们这个政治圈 媒体圈不懂 你们会觉得 请个便当而已 才八九十块 有什么大不了 那个很重要 尤其是那时候 伟泽还是立委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 有交情真的肥浅 所以回去发图的时候 记得把那个便当 便当要框起来 黄伟泽 是什么样的交情 让你请他吃便当 便当就是得框起来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重点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 就是包含是打了这个 还有那个今天 陈正修还有回应 他说他不满表示 他没有牵线 黄伟泽跟曾国伟吃饭 他说曾国伟跟民进党 高层也有很多关系 又不止我一个人 扯到我干嘛 你看陈正修 他自己都认证 曾国伟 IMB诈骗集团 跟民进党的许多高层 都有关系 干嘛扯到我 不是我是其他民进党高层啦 他们已经说啦 我觉得这就是你们 你跟龙健的用途 因为你们两个声量真的很大 然后你们写什么 或是抛什么东西 媒体都会接球 那过去在台南 其实很多民进党朋友 或者是不曾被严格检视过 没错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压力测试的概念 然后就会发现压力一来 他们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啊 像是昨天我们在董事长开讲 以及龙健他在脸书上发的两张照片 两张照片喔 是两个不同的场合喔 两件不同的衣服喔 很清楚嘛 记者跑去问黄伟泽回应的时候 他们一开始就说 那是某一个公益餐会 然后那请问另外一个呢 到目前还没想出来 他们有两张照片有两个场合 其中一场他说是公益餐会 说是他们介绍给这个指锋车 然后就是捐钱什么的等等的 好我先不提这个 另外一场还没想出来 我们再讲指锋车这一场好了 这个也很离谱耶 指锋车这场也超离谱 为什么呢 因为你等于是用人民的张 就是人民被骗的钱 然后说他在做公益 他是什么现代廖天丁吗 不对 结平继父 你这个黄伟泽台南市政府 这个时候不能再讲说 他在做公益了 因为他拿的是黑钱 所以就算你当时你是去做公益 你就算你不知情 你现在也应该要跟大家抱歉 因为你拿了人家的张钱 然后你说去给了指锋车 然后去做表演 他那时候不是 还是也通缉犯的身份吗 他就是通缉犯啊 他们就是跟一个通缉犯感情超好啊 所以下午台南市政府会出来讲说什么 就算是通缉犯 也是一个做公益的通缉犯 他们就说呢 叫许晓星呢 不要看图说故事多去关心弱势 我就是关心弱势 我关心IMB那些25亿上当受骗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才要去讲这个议题 结果你完全不在乎那25亿被骗的人 你只关心说指锋车有没有去表演 那指锋车又是哪样的一个团体 还需要我们再说吗 所以你台南市政府是真的call 他连让指锋车在他们那边去办活动 都要用曾国伟从那边不知道哪里贪来的钱 然后A来的钱然后去办活动 这就是政商关系迁来迁去的 你这个就是曾国伟有钱 然后给指锋车 赚了这个钱之后 然后可能去办活动之后 然后把这个政治的声望 和红利再回馈到黄伟哲身上 然后曾国伟就因此得到 黄伟哲的政治上面的交集 就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好不好 等聚三角形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呢 诈骗集团它的金权关系 就是长在党政高层之上的嘛 所以像郑文餐就说什么 也有国民党的人去参加什么的 其实我也不怕他们拿出照片来说 有国民党的人去参加 因为我跟你讲啦 那个餐会那照片我不是没有看过 国民党的人就在旁边走来走去的 你知道因为它是一个直销大会 然后就有很多民众 那有国民党很可怜 有的人在那边败票 他上不了主桌啊 他不像郑文燦可以上台演讲 陈欧婆做主桌 那是关系不一般的人 才有主桌可以做 剩下的人可能不知道有人谁通知说 那边人很多进去走走好了 进去在那边败票跟拉票 那个等级完全不一样啊 民进党不要想说余目混珠